不识不分种族。 乌易派华女贤州 不识不分种族。 乌易派华女贤州。 2018年6月9日 新山九日训,不识不分宗教种族,不分你我。 华裔女子返家途中看见路旁有二名乌易男子在派送斋戒月晚餐,尽管他是华裔,但对方仍到他车旁,送他们两河斋戒月贤州,让他备受感动。 此和谐一幕于昨日傍晚六时四十分左右,在新山福林园清征四处发生。 接获贤州感到感动的女侍主,事后在面子书贴文说明事件经过。 他说,虽然这是有族同胞在摘戒月的小小不识,可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马来西亚人民想看到的和谐情景。 不识没有分你我,没有分肤色。他指出,其儿子说大马变天后,变得很和谐。 连小朋友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,捐钱救国,可见马来西亚真的看到希望了。 。 不识不分种族。 乌易派华女贤州。 2018年6月9日。 新山九日讯,不识不分宗教种族,不分你我。 。 华裔女子返家途中看见路旁有二名乌易男子在派送斋戒月晚餐,尽管他是华裔,但对方仍到他车旁,送他们两河斋戒月贤州,让他备受感动。 。 Sponsored Links。 此和谐一幕于昨日傍晚六时四十分左右,在新山福林园清征四处发生。 。 接过贤州感到感动的女侍主,事后在面子书贴文说明事件经过。 他说,虽然这是有族同胞在摘戒月的小小不识,可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马来西亚人民想看到的和谐情景。 。 不识没有分你我,没有分肤色。 他指出,其儿子说大马变天后,变得很和谐。 。 。 连小朋友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,捐钱救国,可见马来西亚真的看到希望了。 。 Sponsored Links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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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